我们这里有一个电影视剧 一个很棒的电影视剧 一个很棒的电影视剧 一个最好的电影视剧 你看一些国内的动画作品 他们来到海外 必然会被配成当地的语言版本 即使它是一部中国的作品 你还会选择进去看它吗 会看 因为只要是中国的电影就支持 因为电影怎么说 出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于中国来说 所以 干嘛 太阅读理解了 我受不了 像我们这些中国动画 它被配成英文之后 您猜测一下 会不会被当地人民更好地接受 如果你配成当地语言的话 对他们来说接受度会更高 但是可能对于中国人 有一些里面用的成语 或者是典故 那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 我没有看过配音版的华语电影 除了什么末代皇帝 那就是另一个讨论 所以目前我的选择 可能也只有华语 可能适配度更高 但今天我很期待 就是有音配的话 是什么感觉 今晚你要看到的这个电影 是配音版的 你对它抱有期待吗 你会觉得它会比中配好 还是中配差 你这个问题 咱们重问一遍吧 不make sense 不make sense 我再问一遍 sorry 今晚你将看到的深海 是特别的英文配音版 没有字幕 所以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能不能够从英文当中去理解我们原本的那种向表达他的情感 我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中国人 所以你觉得一些原本的台词用其他语言覆盖配音之后会丧失掉他本身想传达的情感吗 他不会丧失情感 但对我个人来说我听不懂 如果这个人能听得懂英语的话 他是不会丧失情感 但问题是我听不懂 我在法国看过法语版的阿凡达 全程没听懂 但是我 最后我猜到了他的结局 那今晚你的深海 你抱有什么样的期望 我希望他的画面 如果好看 因为我是学摄影的 我希望能学到一些什么 但是我常常常常会选择 一些原本的语言 比较选择 但是我必须说 我看到了两个人 我看到了一种语言之后 我看到了一种语言之后 语言之后 我认为了一种语言之后 或者不太好语言之后 语言之后是更好 因为有这么多在镜上 当你听到中国人 你花太多时间在语言之后 而不看到的影响和其他人的背景 我认为一种很简单的影响 我认为一种更简单的影响 我明白 什么语言你喜欢? 告诉我们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 我们会等待 《Deepsea》在 UK 从7月7日 你会看到这个视频 已经在 September